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加尔文本身应当说是个平信徒 但是他对圣经的研究 对上帝道的了解 竟然清除道 完美道 全被道 贯彻始终道 有系统道 超过历史历代任何一个教父 任何一个教皇 任何一个主教 任何一个传道人 所以这是神特别兴起 如果他是从小在天主教的系统中间 承受了人所建立的传统 以及所赐给他的知识 可能他没有办法看得这么清楚 圣经的原因是什么 最后他会限制自己在宗教传统的错误中间不能自拔 为这个缘故 神的作为是很奇妙的 在十六世纪中间兴起了一个传统 非常尊重教会历史的马丁路德 也兴起了一个非传统 不是在宗教的整个严格或者历史传统中间受过宗教训练的人 结果两个人一同发现圣经 一同明白圣经中最伟大的信仰 一同从圣经中所发现的真理 去找到了延远离开圣经的教会 应当改革的是什么东西 所以宗教改革是神自己的历史中间的一个干预 宗教改革是神时间到了用他自己的租权 对世界那些自以为最明白上帝旨意的宗教领袖的一个审判 宗教改革是上帝为了他永世的计划 永世建立教会的心意所赐下的一个更新 宗教改革是超越所有文化 特别是以前的文艺复兴 以后的启蒙运动 一个最纯洁的一个动机的刺激跟启发 在人类中间赐下了一个大的礼物